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谷田小章 在這個環節中,跟大家一起探討一下新馬 新馬都有分好與不好 在這個環節,也不一定要像上次介紹風雷電給大家 大家一出要看著這些馬 或者在有之前,年年有型 當然一出贏,就算好像五換齊 一出跑第二,半冷也好分 也好,但有時候不行的,我都覺得很應該告訴大家 在這個環節未講之前 因為有些馬在右邊的木場,好像馬場 未講之前未訂閱的朋友 記得按右下角四星龍珠按下去,就可以訂閱 跟大家分享一下賽馬資訊 用新的堅證 今次看看我們抽中什麼卡 一抽,發現有隻街運法,我很想跟大家說 你說,上次一出第二,這麼像五換齊 會不會再出跑第四 不用怕 這隻再出,應該也不止跑第四那麼前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不是很看好這隻馬,有很多原因 本來就打算放在明天的篩選萬能俠 但我想一下這場大熱門 應該都不是他 他應該都是二三熱門 你說二三熱門多好 四五六倍,多抵薄 但我想跟大家說 上次贏的那場,第二那場 其實已經47秒2了 如果你看回同日有46秒1 別人狀元級低的這些才是厲害的 比較正常的步速放回來都不斷 他只是輸給一隻很強勁的四季起 但是,掉開了後面起步 星際精英無限量這些 所以這種狀元級低就厲害 但是,你慢一秒你都回不來 後面那堆天天得落怪獸奇兵順二寶 相對的那個強度低一點 寶貝儀都是五班贏馬 所以,既然放到這麼慢都贏不到 在沒有增情、沒有縮情的情況下 再跑千二,我明白 C加三有二檔,放頭著數 我也知道 但是這隻馬,想想想 不會每隻隻都皆運財 他的熱,很多時就像大家見 有形X、步步X 曾經出的馬王,這些彩衣變熱了 變了有點不值,有些水分在裡面 所以再出,如果獨贏的話 我勸大家就不要買這隻 好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优优独播電